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探讨这个问题 在今天故事的结尾 我们还邀请了长期从事女性文学的创作者桑田 表达一个清醒者的看法 我们的第一位讲述者是小璐 她是丹利人俱乐部的一名单口喜剧演员 你说化什么妆 眼上干干净腻的多好看 这个时候我爸 他站在门口 试音系列可烟 哎呀 路啊 现在时代好呀 这要是在古代 我们还要 我从小吧 有一点喜欢让别人很开心啊 小时候模仿赵本山呢 模仿宋丹丹什么的 你就觉得让别人很开心 笑得嘎嘎嘎嘎 你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啊 但是我这个天性稍微有一点点 被压抑是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我们 我们班有个男生啊 他就坐我旁边 就那个时候我也喜欢逗我的同桌开心啊 挺喜欢跟他讲各种好笑的东西 哪怕一点点东西 比如说很简单 以前我跟我同桌两个人坐着啊 我们那个物理老师说 我当年在我们学校 被人称为小牛顿 然后我特别不喜欢那个老师 我就低头跟我同桌说 我说 他怎么没人叫他小猪顿呢 然后那时候很小嘛 就两个人笑得可开心啊 就觉得这个太好笑了 我就笑得口水都出来了 然后呢 就有一些男生 他会觉得女生太搞笑 是一件他不接受的事情 我旁边有个男生 我就觉得他一直特别恶意地看我啊 非常敌意 非常恶意 他就是你能知道 他在说你的坏话 因为人这种情感 你是很明显的 他跟他同桌 竟然说 哎呀 疯子一样 什么什么这种 哎我当时 就确实很困扰啊 就是女生好像应该很端庄 女生你就应该 带若木鸡 做的那好和学习就好了 不过还好 那男生长得特别丑 就如果他真的 这是我幸运的地方 如果那男生是个帅哥 他可能就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可能就觉得不行 这个不为帅哥所接受 我要改 我要成为一个端庄的女子 但还好她长得很丑 我就说 I don't give a fuck I don't care 大家好 我是小璐 我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 正经职业呢 是一名律师 今年27岁 未婚 但是有男朋友了 你们就不要强了 小璐是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发现 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 而带她入门的 就是美国脱口秀艺人 Alan Digenaris 从Alan身上 她第一次看到 一个有才华 有幽默感的女性 不需要半丑 不需要哗众屈宠 也可以轻松自如地 把观众都笑 而在同一时期 我们国内的单口喜剧行业 还处在野蛮生长的 初始阶段 我从14年 第一次来北京 6月份吧 当时 然后就恰好搜到那时候 北京有一个俱乐部 然后呢 她在办一个写段子的课程 然后我当时犹豫了很久 把那个毕业论 我的那个 就初步的题目 什么这些东西提交了之后 我第二天就坐火车来北京 对 然后我就是为了 学两天怎么写段子 到了之后 我就很久都没有回去了 我本来只打算来两天 我第一次登台 我跟讲 当年那个舞台 是多么的开放 多么的不挑人 他们因为看 那时候突然女演员很多 就对这个感兴趣 应该说爱好者很多 然后他们就想弄一个 女性的演出的专场 我跟你讲 我当时是 开放麦 就上了一次 自己把自己写的段子拿去练 词都没记住 打印出来几页 看着练 然后在那册 哪些段子好笑 哪些段子不好笑 第二天就去上演 一个酒吧 然后反正各种条件都很糟糕吧 但是大家也很开心啊 觉得突然就可以登台了 突然还有人给你那么多掌声 都还挺开心的 我现在想想也就是 你即可加呀 就那个水平也弄演出 我的老天爷 但是又确实是 那什么野蛮生长的一个状态啊 就本身那个 那是14年啊 那时候也没几个女演员 然后大家就觉得出个新鲜 女生 一帮女生 然后还跟你讲笑话 你平时生活中 哪里见得到这么多女生 跟你讲笑话 对吧 比如说现在像丹丽人 现在的演出里面 女演员已经 就比例花花花上来了 就是有时候你看 有时候是三个男演员 三个女演员 对 就现在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和更多的女生 愿意站上舞台表达自己 然后也被接纳 你比如我们当公司 16个签约演员 四个女的 诶 对 20个演员 有四个女的 但是呢 大家可能对女演员的一个认知 还是觉得 会觉得说 女演员没有男演员那么强 这个是不一定的 咱们是在同一个跑道上的 就大家观察世界是一样的 而且 有些时候啊 观众是会给你更多的 就因为女性 没有攻击性 一般哈 你上台 观众自然会对你有个点点接纳的状态 但是呢 也要注意就是你女演员 因为有时候你看男演员 讲黄乱子嫌的猥琐 你永远讲黄乱子 其实也猥琐 只是你要讲得好 就不猥琐了 就像我之前别人会说 我会讲一些黄乱子 其实呢 我是在打一些 比较擦边的地方 就是点到为止 这一个很好的段子 可以说一下 就是 对 我说我 我去西藏旅游 有个老藏民给了我一个那个风干毛牛鞭 风干的啊 特别硬 然后呢 我一吃 后槽牙齿给我磕掉了一颗 后来我去北京补牙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问我说 姑娘 你这个牙齿是怎么掉的 我说 哦 让牛鞭给翘飞的 然后医生说 哇 你们年轻人都玩到这个份上了 就这个 就可能比较早期 大家会觉得这个特别的黄啊 什么的 我没有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你们自己想的是你的事情 然后一回到的观众笑得很开心 然后他觉得 嗯 我很聪明 但有些 我说实话 有些笑我很猥琐 那种笑我宁愿不要 我们要承认有些观众就是猥琐的 这个人嘛 人上一百 惺惺瑟瑟 所以我们一般观众都没有上一百 但确实你要 你要相信 就是任何地方都存在一些 思想有点那样的男生 他就会对一些女演员 说特别暴露的东西 特别兴奋 我觉得这是一个偏见 都是为了让观众笑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度 不要让观众恶心到 就是你讲黄大嘴 要让观众觉得你很可爱 你不能让别人讲 一看你就是 啊好油腻 这个女的好猥琐 如果一个女的被人贴上猥琐的表现 那就完足了 真的 本身女演员讲笑话这个事情 就容易让你找不到对象 你要是再成为一个猥琐的女人 那真的你只能找个猥琐的男人 一定是的 身边很多创业女性都跟我讲 在他们的融资过程当中 你是女性的话 其实这是个扣分项 我知道有些人说不会 大家都是看项目本身 包括人家也说科技应该是没有性别的 不管是你做得好不好 不管是你是男是女 你只要有能力就可以 话是这么说 但是到执行起来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吧 他们会觉得你到后面肯定要雇家庭 你可能就没有男性那么的有冲劲 就不会有男性那么有魄力 有逻辑性 你能不能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你真的是可以去操控这么多的钱吗 各方面因为性别的原因而造成的 他们认为的弱势 你刚刚听到的是一位科技领域的创业者 唐文杰 在创业圈内 更多的人会称呼他为Jail Tang 我是Jail Tang Lady2Tech的联合创始人 我是一年底回国的 然后呢 之前一直是在澳洲 我学习的是金融跟管理 可能因为在国外时间比较久 所以回来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不适应 就在原来的澳洲的公司 在上海的分部 先暂时工作了大概四个月 然后实在是不适应就离职了 那离职以后呢 我就会发现身边的人 很多跟我这样的海归 都有类似的这种文化身份认同感 跟归属感的痛点 我在那个公司做了四个月 然后辞职之后 我就休息了大概两三个月 所以差不多就是两三个月之后吧 2014年10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想做自己的第一个创业项目 Jail的第一个创业项目 是一个针对海归人士的求职类网站 在当时和很多第一次创业者类似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相关领域的经验 他当时所倚仗的 仅仅是自己在海归圈子里 所看到的真实存在的求职需求 但他没想到 发现痛点是一回事 但如何满足痛点 却是另一回事 创业的勇气是一回事 经验和能力又是另一回事 那那个时候 我完全没有概念 做一个网站是什么样子 是需要多少钱 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应该怎么去找 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 然后再加上 我的合伙人是个老外 所以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第一就是 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 就自己找了一家比较贵的公司 去做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 第二呢就是 我们不知道 一般来讲 像这种项目 不管是做一个APP 做一个网站 都是会有延迟的 所以本来我们说 六个月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拖了大概 将近一年 那这个东西 就除了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以外 那还有家里人 家里人还是比较传统的 他就不太会去想说 你创业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讲 你没有赚钱 你就是没有工作 他们希望我是能够继续在大公司工作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找个好老公 结婚 买房 生孩子 你开心 我也开心 就这样 所以是比较主流的一种 认为大家幸福感的定义吧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以前是认同这样的一种方式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其实除了这种方式以外 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但当你看到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后 你就会去挑选 适合自己的 那我觉得像这样太主流的这种 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 因为我是 赚钱是一回事情 没有人说不想赚钱 但是呢 赚钱的基础上 我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就跟我自己说 啊 没关系 我自己的那个存款啊 什么的 一年肯定没问题 一年不行大不了 我就会 要么就回去找工作 要么我就回澳洲 结果我身边里有些创业的人 就会跟我说 一年怎么可能 你至少要三年 我说怎么可能 我会花三年的时间 那我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 结果 过来人讲的话是真实的 就是三年是一个分水岭 到底能不能适应 这样的一种创业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能够适应 三年你活过来了 你还在继续坚持 不管你有没有做起来 但是你还是在这样一个 创业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话 就说明你是喜欢这样的 那接下来 你就会根据你以前的 失败的经验 你的资源的积累 你可能就下一个项目 新的想法 你就会避免所有的错误 就很快就能起来 Jill所说的下一个项目 是去年开始启动的 在经历了前几次 不太成功的创业之后 他仍然相信 创业是自己真正喜欢 也真正向往的生活方式 而这一次他所发现的通点 正是他在开头提到的那件事 在创业领域 科技领域 在同等能力的条件下 女性往往会遭遇到 更多的困难和阻碍 所以他希望搭建一个平台 去帮助那些 在这些领域里打拼的女性们 有机会建立联系 彼此协作 分享经验 共同克服那些阻碍 他所搭建的平台 名字叫 Ladies Who Tech 我们第一场活动 其实就是在三八妇女节做的 第一个话题就是很简单 行业里面的一个性别差异 可以做一些什么 来缩小这样的一个性别差异 当天大概有120个人来 大部分都是可能工作 五年左右的科技女性 同时还有就是 对于科技行业 有兴趣的那些女孩子 他们来参加 分享的嘉宾 他们都是一些公司的CEO 还有一些领事馆 像美国领事馆 负责这一块 提倡科技女性这一块文化的 一起来分享的 那是一个起点 也是一个试水 试水之后 我们就保证 从去年七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会有一场 线下的活动 然后我们会选一家公司 一起来合作 根据不同的主题 可能今天是AI 明天是Big Data 后天是高科技时尚 各种各样的主题来办 根据公司本身的特色 有一位我们的 就是女性 她想做一个APP 她当时不知道怎么办 她就问我 然后后来我就说 你为什么不在 我们的这个圈里面问一下 结果她就发了 这样一个需求 就有60个人 跟她沟通 最后她把她 缩小名单到7位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她有这么一个需求帮助 结果从我们这个社群里面 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就已经是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 欣慰的一点 还有就是身边 每一次所有的人 都会说 通过参加你们的活动 我们认识了什么人 获取了什么样的资源 得到什么样的进步 第一年我们差不多 到昨天为止 已经有一千个人注册了 所以呢 我们希望这一次 能够以更大的影响力 去影响这些人 同时让他们 去影响他们身边的人 知道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去鼓励这些人 去加入到这个科技行业里面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可能会看到外面的小灯 在外面的小灯 这是我们的毕端宫 教育是有原罪的 教育从小它就告诉你 小女孩喜欢粉红色 男生喜欢蓝色 对科幻也是一样的 科幻属于蓝色的一块 对吧 科幻属于蓝色的一块 在大众的印象里 科幻的确是属于蓝色的那一块 同样属于蓝色这一块的 还有树里画 还有讲脱口秀 还有当CEO 但是这并不代表 所有的女孩都不喜欢蓝色 事实上喜欢科幻 乃至从事科幻创作的女孩 大有人在 唐斐就是其中之一 我叫唐斐 是糖果的糖 匪夷所思的匪 我当时喜欢科幻 也是因为就是 最早是什么呀 最早是那时候小学 男生不是特别爱炫吗 说给你讲那个武器 AK武器 多少多少 我都记不清了 坦克啊什么的 你听着就特别 啊 蜆蜂蜂的 我也想知道啊 然后就去买那种书 那时候就有那种 兵器的那种 杂志嘛 然后买了一看旁边一个 呃叫什么 飞碟探索 你小孩你没有分辨力 而且对小孩来说 一个能出全国性杂志 在书报摊发行呢 那一定是一个正经知识 你知道吗 并没有想到 这个其实很多 就是美国当年 那帮就是低俗科学 里面的那一个 你不知道的 那来买来看 接下来就是 科幻系统有一个 旌旗档案 那个是非常 做得非常好的 然后再跳到那个 对科幻就是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我的话 就是我属于 野生幻想作者吧 所以就是 我也是属于那种 在很多领域 都做过的一个人 然后我发现这个经历 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啊 中国的科幻作者 就出头的这些 都是精英 你看啊 刘慈欣不说了 王景康 江波 然后是清华他们的嘛 然后包括陈秋帆啊 包括飞刀 夏佳 都是中国的精英分子 你知道吗 精英阶层的 但在美国的话 我就接触了很多 像包括一些 余国奖的一些女作者 因为当时跟他们 聊的比较多嘛 很多人都是 什么工作都做过 当然也都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这地 第二就是他们的 社会经历也挺丰富的 什么工作也都做过 当时就刚刚 毕业嘛 然后在一个研究所里面工作 后来就辞职了 到05年的时候 来北京发展的 05年来北京 开始写作 当时胆子真大 我发现就是属于 还没签合约 什么都没有 就来了 活得挺穷 但是也能活下来 然后还给一些 时尚杂志 那时候给时尚杂志 赚岗嘛 还采访过一些人 反正 然后在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然后写了一篇小故事 其实那是幻想文学 不是科幻 然后 《科幻世界》的编辑 要了 收了 然后就发表了 就挺意外的 你就是随手写了一个东西 他们就发表了 其实就很萌动嘛 然后发了 发了之后 然后就又写一些东西 对 然后慢慢地 一直到现在 从2005年到现在 唐飞已经发表了 将近20万字的 科幻中短篇小说 比如由华裔作家 刘宇坤翻译的 《黄色故事》 曾经被刊登在 美国知名科幻杂志 Apex上 并入选了 他们当年的 最佳科幻年选 但即使是这样 在国内 偶尔还是会有人质疑 他到底有没有资格 被成为一个科幻写作者 一开始 我是不跟别人说 我写科幻小说的 我到现在也都不太 习惯跟人家说 我写科幻小说的 我到现在还跟人家说 我是杂志撰稿的 就每当大家问 你肯定还有一定的 就是跟一般 大家一起的社交之类的 然后你干什么的 内心就是一个 长久的沉默 你知道吗 写小说在中国 本来已经就挺可耻的 一件事了 然后还写科幻小说 这个事 首先这个 就科幻文学 它这个界限 这个定义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就很多人觉得 你这个东西 要有科学的东西 那就是说 有一部分科幻 在人家会认为写情感 就是因为你 对现代科技了解不够 你写的东西不够硬吧 那我的作品 不就是最写情感的吗 经常被这么评论吗 就是首先你不是 硬的一个 科幻写作者 然后呢 你又 你又是一个 生理特征为女性的 这样一个写作者 OK 我曾经 被他们拉去 两次去讨论 女性科幻写作者 我也挺愁的 老是谈这个东西 也很烦 你知道吗 好像做完科幻写作 这一块 我除了女性 这个东西 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这种政治的正确 其实是一种很 很值得思考 跟商榷的一个事情 对 那个大会就说 啊那个 你作为喜欢科幻的女生 是不是会被经常问到 就是 啊你为什么会喜欢科幻 我没有啊 从来没有 没有哪个傻逼的 问我 问我这种问题 你知道吗 就 这一个就 对我来说 写作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 个人的 能力问题 这是我面前 可能要考虑的 我有一次 我就说 我反对因为 害怕被称作 女性作家 而拒绝写感情 或拒绝与女性身份 去写作 这个事情就是 把压迫的压迫 你以为你 穿上了男人的衣服 你就是 可以得到男性的权利吗 不是这样子的 这次有一个 就金宝英 就是一个韩国的 雪国列车的 好像编剧就是他 他就说了 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韩国 有一个很早出道的 一个科幻写作者 是没有性别的 他只是就是 他是不向对外 公布他自己的性别 对 这就是一种 通过他的方式 通过很东方的方式 去 也是自我牺牲的一种方式 你也无法 从他的作品里面 看出他是男是女 因为你要的是 自由 你既不是说为了 就因为你是女性 你被定义成女性 所以你只能按照 女性的方式去写 你也不必为了 回避你是女性 这件事情 按照另一种固化的方式 你只是不需要 为了外界的评论 去固化自己 你要明白 你自己想是什么 这个是关键 这个才叫自由 作为一个 生理特征为女性的 科幻写作者 唐肥所遭遇的困扰 是双重的 一方面 他身为女性 身为一个 擅长在作品里描绘 情感的女性 会被一些 狭隘的评论者 看作是一个 不够资格的 科幻写作者 另一方面 他又被牢牢 贴上了女性的标签 在部分 看科的眼中 他身为一个 写科幻的女人的身份 远比他的作品 要引人注意 就像女博士 女司机 女学星 女老板一样 女科幻作家 也被妖魔化了 比方说 就连唐肥的很多朋友 都理所应当地认为 这位女科幻作家 肯定是没谈过恋爱的 更别提结婚了 我有家庭 我有家庭都快八年了 我们的状态就比较 我先生是比较 尽能接受我这状态的 正常人也接受不了吧 四个月在日本那种状态 正常人也接受不了 是吧 然后还写科幻 简直没法要了 不过没关系 我嫁的是个科幻评论家 我们俩啊 就经常是 他回家比较晚 他要加班 然后呢 我们就会聊聊 这些科幻作品啊 或者影视作品的一些看法 基本上就是 讨论的东西 也会挺快乐 就是关注的点也一样 然后也是可以沟通 可以理解的 然后 对对方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我也没要求他 在物质上有怎样怎样 然后 他也没要求我 像一个 就是社会驯化过的女人的 那种表现 就是夫妻生活是怎样的 跟人应该是怎样的 始终是没有一个 中期答案的 对不对 是没有一个定答案的 我觉得那个银河万有 指南写的最好的 中期答案就是四二 你随便去理解吧 就是我觉得婚姻生活 也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穿的是没有衬衫的 我都没有领子 我拍的结婚照 就是一个 就是现在这个汉衫 我穿了一个大汉衫去拍照了 就披着头 然后就去拍了 特别自然 就 我觉得就比买月票 差不多那种感觉 风和日丽 夏至6月22日子 倒是特意挑的 一年中光照最多的日子 结了个婚 就这样 特好 没那么复杂 生活没那么复杂 我是网易 原阅图的作者 桑田 读书的时候呢 开始在网上 创作小说 非常幸运的是 连载的第一本小说 写到五万字的时候 就签约出版了 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 鼓励吧 现在正在 网易原阅图 长篇小说 紧急升空 因为紧急升空 讲的是 关于女性 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 获得认可 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所以听了 前面三位女士的讲述 我也非常的有感触 首先拿小鹿的经历来说 女性单口喜剧表演者 本身就非常少 但是由于一些 纯土文化形成的 保守意识 对于女演员 要求的禁忌 又非常多 纯土审美认为什么呢 认为女性要 闲静 要舒雅 但是喜剧表演 会要求演员 有夸张的表演 这就形成了一种 观念上的冲突 但是呢 众所作之啊 就是挑战权威 挑战竞技 是笑的起源之一 从这个角度去看 反而 就成了一种优势 像小鹿这样 就是敢于突破自我 敢于创新 所以获得了 观众的掌声 和观众的认可 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女性 女性戏剧演员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 也是亲历者自述的 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播艾哲 本期节目由梁柯制作 声音设计 彭涵 你所在的行业 有没有过于 被男性主导的问题 欢迎在留言里 和我们说一说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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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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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